物價連番漲就怕荷包再失血 如今開工日先迎來好消息 行政院出手祭出六大措施 要穩定物價 二月七號開始 棄柴油貨物稅分別再降一元和零點五元 讓臺速實化中油先後宣布 棄柴油每公升降一點一元和零點五元 加油量若大接連的降服就很有感 另外天然氣民生用戶 桶裝瓦斯價格也維持不變 凍漲至四月底 極端氣候農作物減產 黃豆小麥玉米進口價格大幅上揚 連動影響下游業者 行政院為了因應二月七號開始到四月三十號 免徵包含玉米黃豆和小麥的營業稅 至於奶油烘焙用的奶粉 進口關稅則減半 希望降低原物料成本 但有無辦法如卻反映到中下游業者 甚至到消費者還得再觀察 行政院去年十二月 也曾針對牛肉關稅調降百分之五十 還有水泥貨物稅減半 也要一併延續至四月三十 六大措施開工日實施 力拚對抗物價飛漲 三地新聞 潘金華三軍起義 台北報導 九十五一 黃豆 酒elyn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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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